現在我們準備自己動手DIY囉 那您看喔 我們 這裡我先把它抓起來 一樣的 我把它先抓起來 我們簡單的先把上面這一塊 做出來就好了 那 你看 這個我就先丟掉 還是一樣 我把它丟掉 丟到這邊 那我補充一下 如果老師你 就是有些東西你不捨得丟 但是又不想要 讓它執行 也可以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叫停用 你看這樣有沒有整個就停用了 這樣他就確定不會執行 因為如果你是像我旁邊這一種 丟在這邊的 有時候有風險 就是有時候 某些層次會 還是會互相影響 所以我就會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 你可以把它丟掉這樣 好這裡我就全部丟掉 那我們看 我需要一個模擬器對不對 因為我要控制誰 我是不是要控制這個燈 如果我不要控制這個燈 只是單純由 怪獸講出來 我可以不要這個模擬器 好 那我們就先找到我的開發板 模擬器拿出來 OK 一顆 那 現在我們要去 讀到這個 即時的資料啊 那即時資料在哪裡 你 找到擴充功能 下面這裡有一個擴充功能 你看在這邊 有沒有擴充功能有氣象資訊 就是這個 點下去 那氣象裡面包括空氣品質 包括什麼 你看我第一顆我先拿出來 你看喔 它不是 只有這個 我們即時觀測是不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連水庫也有 地震也有 所以 你可以看 你要哪一個 假設我們等一下用空氣品質就好了 因為這個比較單純 你就可以點它 我就可以取得 那取得之後 等一下 我們 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取得的資料 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變數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來 我先讓大家 幫我完成這兩個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把 取得的這個資料 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那變數的話 你可以看喔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變數是一個 這種顏色的 比較 粉紅的 就是在這裡 變數 就是我們剛剛有用到I那個 那這個變數你可以自己 因為我們還沒有命名 我就可以直接丟出來 在這邊你可以直接給它一個新的 名稱 基本上如果 比較正統的程式來講 我們通常不會建議大家用中文名字 但是 但是 現在的積木都還算 還算蠻方便 所以如果說 你 沒有比較特殊的 我只是單純的一個顯示 比如說這個叫做 空氣品質 你可以這樣子 他又逼我用語音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還好 還好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變數 那 空氣品質 然後呢 因為你取的是空氣品質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我找下面這邊 氣象資訊裡面 來看看這裡 你會發現 這裡面 有沒有屬於 空氣品質的積木 你這邊選空氣品質 就要找這一個 如果你找的是氣象預報就要找這一個 這樣了解嗎 好就是兩個要相對應 那我就找這個 找到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 我們中部地區 大甲這裡 沒有大甲 風源 大理由 彰化好 這個範圍比較廣 有沒有 一個是綜合指標 有沒有AQY 對不對 好我們先看綜合指標好了 然後一樣的喔 這個 我改一下好了 這個好就這樣 然後 你可以重複 你可以按右鍵 或者Ctrl加C Ctrl加V 有沒有多一個 這樣你就不用再做一次嘛 我再增加一個新的變數喔 比如說這個叫PQI 好 確定 那我就把它換成 AQY 抱歉 AQY AQY 好那我再 Ctrl加C Ctrl加V 好我再設定一個 PM2.5 好這個 PM PM 2.5 不過 老師如果你的變數裡面有點 可能會比較不OK 好所以通常我就 就這樣就好了 好吧 你就盡量不要有那個 小數點的會比較好 你就把它設定一下 這樣子呢 待會他就知道 我這個東西 要 儲存哪一個 那你就可以利用怪獸 就可以把它說出來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右下角這一塊 剛剛我們不是在這邊播放影片啊 這邊就是我們講的互動區啦 互動區 所以你可以利用 我們的怪獸 怪獸怪獸在哪裡 在這邊 有沒有進階功能 有沒有怪獸的控制 哪一隻怪獸 要講什麼 有沒有可以拉出來 好 那他要講的內容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 這個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 把這個刪掉 告訴他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一個變數囉 叫做空氣品質 這樣有沒有說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都沒有你可不可以把這個積木 擺在這裡 其實是不是也可以 一樣喔 所以就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一個 我再複製一個 哪一個怪獸 說什麼 這個 這個我要 新的 我要給他一個新的 我要給他一個新的 喔我改到了 來這個 給他一個新的 AQI 好 這樣有了 所以 AQI OK 那我們再複製一個 紅色 黃色 PM 這樣就好囉 好所以 待會呢 如果老師你這樣完成的 執行一下 他去取得這個品質 就需要等一下下 好 這樣有沒有取得了 你看我們這邊彰化的 65 65要擦什麼顏色 蛤 蛤 呵呵呵呵 這個我不知道 以前那個 那個顏色我就知道 現在改成這一種 就搞不清楚 好現在呢 大部分老師都有成功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 程式的部分 當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他 事實上不是馬上出來 因為他去讀那個資料要一點時間 再把它載下來 呈現出來 而且呢 以我們現在這個寫法 取得 資料之後 他就只做一次 所以 除非你再重新執行 不然這個資料會不會更新 不會喔 因為你只告訴他 你讀完了 我就 顯示出來 是不是就沒了 因為程式執行完了 所以呢 我們需要一個 你現在在下面看到這個綠綠的東西 小綠綠有沒有 重複執行 可是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沒有那個等待 他是不是就無限回圈 老實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那個 9 8 7 你如果沒有等待 是不是就 咻一下就做完了 而且因為 他要讀這個要等待一點時間 你如果沒有給他時間 他根本就來不及顯示出來 就要再執行下一輪 所以這樣就會很可怕 無限回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先把它停止 找到重複這裡 好 無限次 有沒有 大概你也可以直接 重複幾次 都可以 都一樣 你看我先把它丟出來 好 塞進來 但是不能執行喔 要先等一下喔 這裡有一個重複 是不是要等待 那我剛剛講過 他的這個 老實講他的那個 空氣品質 這個資料應該是差不多10分鐘才會 改啦 所以 看你要給他多久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假設我們現在要做測試 我就把這個時間測短一點 只是你看到的數值就是一樣這樣子 那所以 我們再加上朗讀好了 這樣你比較有FU 比較知道說到底他沒有讀 來 你看朗讀是不是在這裡 你有沒有感覺我們今天講的都是一樣的東西在重複 好 那朗讀什麼 這個不是固定的對不對 不是這個 是我們設定的這個對吧 看你要哪一個 假設我要空氣品質 我就讓他 你幫我唸出來 唸出來之後 等30秒 再執行一次 OK 來 執行 彰化的空氣品質普通 AQI 65 PM 2.5 20分 PM 68 臭氧 62.5 1氧化碳 0.31 2氧化氮 11.1 2氧化硫 1 2氧化硫 你看看喔 記得 有重複 還要什麼 一定要等待喔 沒有一面出來 沒關係 沒等待不行 好 제�ges 我們買多久 鎮 以為 一個 最新的 專門 一面 也 喜歡 有什麼 假? 我們